美国知名杂志连线 公布今年让事前变得更好的风云人物 Wilder25云呆 总统参议为前副总统陈建仁 新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因为台湾防疫有成 三人同时上榜 中共被言爆发至今已持续9个月 重创全球经济 许多人认为对抗疫情必须牺牲经济吗 从牛津学者研究看出 台湾两者兼顾 低经济衰退率及低死亡率 都排名全球第一 中国出入境管理局近日宣布 最后一批指本市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也就是台胞证 即将在今年9月20日到期失效 目前所有持本市台胞证的台湾居民 需换领电子卡式台胞证 或申办一次有效台胞证 才能来往中国 前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遭报劈腿多女 逼前女友堕胎 监察委员纪会荣王美玉 今天说 试涉公务人员连接形象 公共利益 职业伦理或利用权势交往等一役 申请自动调查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